黑海是全世界最深也最大的 內陸海之一 對 你知道它最深處 有到2200公尺 非常非常的深 它那麼深 是 所以黑海 它是一個非常神秘的海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黑海它 就離水面大概150公尺以上 它含氧量很高 會長一些藻類這些東西 有機物質都會在那邊生存 可是它150公尺以下 它幾乎是一個沒有光線 也沒有什麼氧氣 也沒有空氣的一個地方 所以那下面就是一片死雞 我稍微講 應該連生物都沒有 另外你知道這種環境 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狀況嗎 那表示你如果古代有沉船 或一些東西掉下去 它幾乎就在一個缺氧 沒有光線的一個地方存在 所以你一直說那個船 只要下去以後 就一直保存在那底下 可能就會保存很好 永遠的乘風在底下 因為不會被腐蝕 也不會被光線光害 沒有生物會去那邊做一些破壞 實際上最近 我們透過一些先進的機具 我們在黑海底下 大概1800公尺深左右的地方 我們就發現了一些沉船 那都好幾百年以前 比如說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時期 拜占庭帝國時期的 那些沉船就沉在下面 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了四十幾艘 然後都保存得非常很好 那黑海因為你知道嗎 他在1453年的時候 這個拜占庭就是軍事坦領保 直接被奧圖曼土耳其帝國攻陷 攻陷的時候 他就把黑海封鎖起來 所以有一段時間 黑海幾乎等於是奧圖曼土耳其帝國 內海一樣 所以這中間有非常多神秘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透過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有坐兩台那種地底探車 海底探車車 也就是說到那海底下水 對 時間可以在1800公尺深的海底 它裡頭還有探照燈 然後在那邊以時速 大概6到7海裡左右的時速 再慢慢前進 目前可以加在那邊 已經走了1250公里以上了 其實越探測越多的地方 LvA LvA